虽然这个在今年的国庆档上,有好几部影片扎堆上映,虽然它们题材不同,剧情各异可是前任四,英年早婚却用最真实的视角,探讨了当代年轻人对待感情的态度,以及对待婚姻的看法。 总的来说,这是一部非常值得看的影片,为了唤起观众对前任系列的回忆,在影片中对前部影片剧情的衔接,也很好地唤醒了观众的回忆。 这种无缝衔接的方式既照顾了老影迷的情绪,也兼顾了新观众的想法,可以说对角色的塑造有些全新的认识,毕竟他们在这部电影中展现出来的,又是不一样的故事。 韩根在这部影片中饰演男主角在经历了各种曲折之后,重新找回了真爱,再一次让人相信爱情的美好,相信友谊的力量。 余文文饰演的女主角在影片中屡次遭受感情的波折,可是数段感情的魔力却也让她变得更加坚强,可以更加真实地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的爱情。 精彩的剧情让人沉浸其中无法自拔,演员出色的演技让人仿佛身临其境,感同身受。 特别是在相亲过程中遇到的事情,可以说让很多人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影子。 在观影的过程中,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影片精良的制作水准,精心打造的场景加上无处不在的音乐,让人有了全方位的视听享受。 当然,影片除了在剧情上的引人入胜之外,一些新奇的观点也让人赞不绝口。 比如关于结婚冷静期的观点,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创新。 毕竟离婚都有冷静期,结婚当然也需要。 毕竟结婚不是脑子一热,而是一辈子的幸福。 通过影片的方式说出这样的观点,可以说很容易让观众接受。 特别是那些不想结婚的年轻人。 感谢观看